直忙活了十来天 养风场才算是小有规模 此时 后知后觉的老张头找上了门 这 顾小姐 之前是我耀眼不失泰山 你说 咱们还能继续合作吗 你之前不是傲得很吗 铁了心不跟我们合作 还想找林老爷告密 现在怎么了 看见我们养风场的规模 眼红了 已经晚了 顾小姐 别怪我说的难听 你懂养风 弄了这么多的风香进山 我到时候要看看 到时候 你会不会血本乌龟 说完这句话 老张头催了一口 直接转身走人 这老头 老张头回了家里 爹 怎么样了 顾小姐答应了吗 答应个屁 没答应 这可咋办 村长刚刚来通知 说是两天内 我们就得从这里搬走 爹 我不是跟你说过 让你跟顾小姐合作吗 你干啥要改主意啊 你给我闭嘴 敢教训到你老子头上来了 哼 搬走就搬走 反正养了这么多年的疯 我早就不想养了 再说了 村长不是给了十两的补偿款吗 有了这十两 我什么事做不成啊 老张头心里转着主意 这些年 他也攒了点钱 加上这十两 就能置半个小屋子 还能剩下点钱 去刘家提亲 想起柳枣花 那前凸后翘的大屁股 老张头的心里痒痒 顾明霜又一次 带着面膜 去青石阵脉了 和上次不同的是 这回 他刚把面膜给摆出来 就被大家给抢够一空 你说神不神 我用着面膜就十来天 脸上的肚肚都好了一大半了 就是 我的疤痕也淡坏了不少 就连皮肤都变得细腻起来 我家男人出去干活 昨儿回来 他说都不认识我了 那你家男人昨晚 可没少疼你吧 去你的 大家一传十 十传百 顿时 整个青石阵都知道了 就连顾明霜去和方斋 拜访前掌柜的时候 前掌柜都知道了这事 顾小姐 您的面膜 能不能给我留两罐啊 前掌柜 您还服面膜啊 不是我 是我媳妇 她在县府那边 听说了你那故事面膜 一定要我给她弄上两罐 哦 原来如此 小事 下次我再来镇上 就给您带两罐来 今天不巧 我带来的都卖光了 成 前掌柜点了点头 说话之间 小二端上了一盘盐水毛豆 你尝尝看 这是我自己钻研做的 嗯 好吃 放了茴香 花椒 还有八角 这毛豆里面 还有淡淡的茴香味呢 顾小姐 您好灵的舌头 这都被您给吃出来了 前掌柜 我这里也有个毛豆的菜方子 不知道你想不想要 你有菜方啊 厨房就在后头 等着你大展拳脚 行嘞 前掌柜亲自在灶台后面坐下来 给顾明霜烧火 前掌柜 你听好了 我接下来要做的这道小吃 叫做卤毛豆 我只做一遍 不准您可要看清楚啊 就连火候也是不能错的 行 不过一会儿 毛豆的香味 就充满了整个厨房 随着顾明霜一声起锅了 五香卤毛豆 被装入碟子里 神了 真神了 我那盐水毛豆 跟这卤毛豆一比 简直是天上地下 顾明霜勾唇笑了笑 顾小姐 这菜方 您想不想出手啊 这菜方 就当我送给前掌柜的小心翼了 上一次在县府 多亏了掌柜的帮忙 我才能保住大哥平安 这段时间 我一直想要登门道谢 可是无奈 琐事太多了 才拖到今天 你是说 你把这菜方送给我 他虽然眼馋着菜方 却不打算闲徒报 这样吧 我还是按照上次 小辣鱼的价钱 把这方子给买断了 你看怎么样啊 不必了 我说出的话 没有反悔的 不过 除了这卤毛豆 我倒是真有一桩生意 想跟前掌柜谈一谈 你说 我知道你们和方斋 是做小吃点心生意 从今天开始 我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给你们和方斋 一个方子 但是我不要钱 只要其中百分之一的抽成 您看怎么样 前掌柜快速打起了小算盘 上司的小辣鱼 方子买来 虽然花了一千两 可这段时间 早就把一千两 给赚回来了 不仅如此 还壮大了和方斋的名气 顾小姐 你当真愿意 跟我们合作 当然 我能信得过的 也只有前掌柜您的为人了 那好 我同意了 行 您那个文书过来 咱们两家签了契约 按了手印 这门合作 就算是正式开始 前掌柜点了点头 心想着 不愧是顾鸣霜 形势心思缜密 丝毫挑不出错来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我在乡下 弄了点花蜜 以后能放在 何方斋卖吗 行 这是小事 两人签了文书 分作两份 顾鸣霜拿着其中一份 转身告辞 他高兴地回了家 没想到 迎上的 却是一屋子 愁眉苦脸 又出什么事了 你四叔晕倒了 好不容易才就行 啊 什么 还不是柳枣花 柳枣花 给你乃出的馊主意 说你四叔要是不理他 天天就只给他吃白饭 你四叔这些天忙前忙后 营养跟不上 活生生地给饿晕了 什么 那四叔现在呢 原本是晕死在田梗上 这会儿被抬回来了 又请了赵灵依 好一番折腾 总算是醒了 四叔都这样了 那还不打算 把柳枣花给送走啊 你乃是铁了心 要柳枣花 娘却打听了 说是有个算命先生说 只要你四叔 能娶了柳枣花 将来就能发财 指不定还能当上地主呢 这话乃也信啊 别说是升官 四叔现在都快要 一命呜呼了 难道哪不知道啊 顾老太肯定是知道 可人一旦磨正 边上的人是很难劝住 现在顾老太 一心觉得柳枣花忘夫 谁劝都不中用 顾明霜就去找了姚大使 刚到门口 正打算抬手敲门 苏恒景忽然握住他的手腕 冲他使了个眼色 怎么了 里面有个老熟人 老熟人 顾明霜 顾明霜微微一愣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下一秒钟 整个人瞬间被苏恒景带得飞檐走壁起来 等他反应过来时 人已经在屋顶上面了 我不是让你帮我加进顾家吗 现在是怎么回事 你让我做的 我都已经做了 顾老太不也相信 你能忘夫吗 现在是你自己进不了老顾家的门 关我什么事 你 现在出大事了 顾家想他晕倒了 顾老太最心疼儿子 我怕那老太婆也顶不住要低头 你赶紧给我想个办法 我乃可就给了你三两银子 这样吧 我这里倒是有个主意 顾家想不是晕倒了吗 我可以告诉顾老太 是因为老顾家不娶你过门 老天爷给他的警示 他要是再不娶你 就等着倒大霉吧 这个主意好 那你马上去跟顾老太说 这个嘛 让我去说也不难 只是你得再给我一两银子 那三两银子的事 我已经办了 想让我再办事 当然要重新拿银子过来 你不给也没关系 右拐 出门去吧 你 掏出一两银子 甩在了桌上 你啥时候去跟顾老太说 我回去里里东西 上午就过去 吵 姚大师收了钱 立马换了一张笑脸 笑眯眯的 把柳枣花送到了门口 关上门后 他转过了头 没想到 迎面而来一进闷棍 直接将他打翻在地上 你完全觉得 如果什么都没关系 他们站不进去 个安全 rek